一股见经,今天我们开始详细的解读孙子兵法 首先,纪篇第一,原文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身之地从亡之道,不可不差矣 意思就是,孙子说军事是国家的大事,生死从亡细于此,不可轻举妄动,一定要自细行查 孙子和孔子都把敬畏性提到了首要的高度 儒家的中庸之道,要求随时要警醒行查自己,还有自己什么不知道的地方,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孙子呢,则把军事关系,国家生死从亡的本质,提到兵法之首 孙子兵法讲究的是不战,而不是战 把孙子所说的那些都做到了,就没有战了,那就不战而去人之兵的意思 所以与其说孙子兵法研究的是什么战法,不如说他研究的是不战之法 所以你看孙子和吴子叙,两人其实同朝为将,但是吴子叙留下很多精彩的故事,而孙子的经历却很模糊 孙子兵法研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善战者无致命无勇工,胜于义胜也 所以孙子的胜是先胜于庙堂,而不是多胜于战场 从出发点上来说,他就不是希望把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 他追求的是兵不血刃,为战先胜,不战而身的一些方法 此身之地从王之道的敬畏心,难道仅仅对于那些手握重兵的军事家有敬事意义吗? 那也不一定对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意义 比如说企业的经营活动 可以说一举一动啊,都是陛下有财产万钱 陛下有人民关天,陛下有是非取之,陛下有毁于中间 你一个举措下去,短期可能看不出什么影响 但是只要你错了,他终归会反映出来来呈喊 如果你对了,终归他会反映出来来奖赏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敬畏心,有一份责任心 认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有可能对自己,对家庭,公司,客户,他人,社会 都是死身之地存亡之道 那就可以挽回多少财产和生命安全的 所以这一句话,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身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言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敬畏心和责任心